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没有女装 但我妈也有男朋友 那晚你和女朋友回家 妈妈今天不在 妈妈和伯父不在 上我家煮飯 女朋友呢 为什么呢 她小时候始终是今次妈妈大 妈妈现在吃了男朋友 有时候真的喜欢 凡亲子这样的家庭缺乏的女孩 很多时候会很想自己组织家庭 你快点上来我煮东西给你吃 她虽然煮得不是很好 只是立刻才留扮 但也很温馨你上去吃 谁知道呢 她的妈妈突然有点事就回家 原来她的妈妈呢 当年会考的时候 就像超哥那样的老婆那样 就已经 接着男朋友 结果男朋友呢 就真的 她都怀了这个女孩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她 但是她又不听 这个女朋友的阿公阿婆说 坚决要生她出来 因为很想见她一面 生了妹妹 她都很辛苦 因为又要停学 又要求她 但后来都经过种种努力 现在自己有些生意 又卖一些瑜伽用品 因为卖瑜伽用品的时候 她都很 就像那个那个名字 Coffee那样 做瑜伽 保持得很好的 看上去 完全不知33 就像人家27、28岁 走出街 尤其是两年 女孩开始大 每个都认为是两母女 甚至乎 女孩比较多 有时还会拿起妈妈的衣服来穿 谁知道那晚 她应该要回大陆 说要坐高天 坐饿饿舖 回上海 所以那女孩 就叫她儿子上来煮饭 谁知道 原来什么都真的大头虾 因为这段时间是失望的 她妈妈叫Jessica 叫她 你老母 不想起来拿回乡卡 今天回来拿回乡卡 OK 好了 她迷不为义 女孩会带人回来 直入踢了一对鞋 就打算入房 拿一张卡 一推开门入房 竟然看到她的女孩 和她的女孩 在床上 没有脱衣服 其实是还没有脱衣服 打完卡 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家里小 不是很大 其实她的女孩也有房子 但是 现在要搞事 就很自然 她打算入妈妈的房子 妈妈的房子够浪漫 除了床够大 她的妈妈的房子是铺地毯的 你知道我常常看到 那些女孩很喜欢铺地毯的 牆毛地毯的 所以 女孩的男朋友 就走到床上 其实她都准备做事 不过还没有做 妈妈回来 那当然很意外 她说 我女孩 我朋友 Rober 老土一点 Rober 叫什么名字 Hemrie Hemrie 她真的要摇底 先戴上眼鏡 Hemrie 是小孩 大家想想 33岁 瑜伽道 刚刚跟她的女孩打着车 已经性衝动 但是她的妈妈更加有 另一种成熟的味道 亦是因为她早生 她16岁生 她的心灵 是修得很健康 完全看不出她生过 加上 她这几年有个男朋友 亦都得到性爱的滋润 那种身材 多了一分都厌肥 少了一分都厌瘦 而且更是大圈頭髮 而且更是大圈頭髮 你倆是Hemrie 你倆是Hemrie 快點叫妈咪 媽咪 媽咪 你想想 如果你是Hemrie 你会怎样 有时候你说 不要这么变态 我说 你倆 没得谈的 这些舞女当的事情 好了 先说 首先 世界各国为赛 昨天进行抽签 中国队就抽入了C组 C组 每一组有6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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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组有2队直接出线 那就是6队 接着还有3队的3队 3队的3队4队 3队4队 又有6队 再练过 就有2队 出线8队 还有第三队 半队再跟南美周定那些再练过 所以 中国要出线 首先 在这个循环里 是1,2,3,4 不一定要1,2 3,4 都还有机会 OK 那我们看看对手 日本、澳洲、沙地、阿拉伯、巴林、印尼、中国 我可以跟大家说 他不是 机会较低 他是绝望 中国玩完了 首先 首先 日本、澳洲、沙地 是在他实力之上 印尼 跟他不相上下 巴林 其实也差不多了 但是巴林 到底是 黑鬼 就是阿拉伯人 只要是阿拉伯人都比你强 所以 中国要摘身前四名 我不认为他可以 我不说前三名的肺 日本、澳洲、沙地、阿拉伯 也不可能 所以 the game is finished 不说 印尼 不是 都贏不了 贏不了 贏不了 不是吧 或者贏了印尼一场 主场 作合和 可以吗 贏不了 贏不了 印尼那些东西 有什么豆腐 喂 现在哪一队 你说中国队 这个是中国球迷讲的 你一定会尽贏 你来香港也会输 是吧 好了 反而我们也是看 A組 伊朗、卡塔尔、烏茲别克、阿联、吉尔、吉斯、北韩 其实你问我看下去 都是卡塔尔、伊朗 因为 烏茲别克都OK 但你始终是 双循环 你也是会看实力高些难爆的 南航、伊拉克、约达、阿曼、巴勒斯坦、科威特 你也是伊拉克很近 不是科威特近的 但都是南航、伊拉克的 日本、澳洲、阿拉伯巴林、中国、印尼 你又如何 有些人说 中国抽得不好 那你抽到哪一队是好签的 因为中国是第五队 你抽到哪一队都不好 如果南航、伊拉克、约达、阿曼、中国、科威特 你觉得好签吗 如果伊朗、卡塔尔、烏茲别克、阿联 由中国、北韩 你又觉得好签吗 你又不会好签 你就是在输的 48队 人不找到 真是囚死鬼 囚死鬼 囚死鬼 欧联先 今晚没波 明晚12点、3点 星期日晚12点、3点 星期日才说 我们也要预测一下 看看图 这一边 这一边 在这个星期 明天就会有 德国对丹麦 12点 正 不是 德国对丹麦是3点 明晚3点 明晚3点 星期日的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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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晚3点 就是西班牙对格洛卡 我们先预测一下 正如我所说 去到这些环境 我也不觉得 所有东西会顺头顺腦 一定会有一队半队 你想不到的波 例如斯洛文尼亚 涂塔葡萄亚 比利时 涂塔法国也不是很冷 例如斯洛文尼亚 涂塔葡萄亚 格洛吉亞 涂塔葡萄亚 更棒 为什么呢 看这么多年 你一定不会这么信任 但是 在这两场赛事来说 先说明晚 我在想来想去 我觉得 都是可以买半场和 甚至乎全场和 但是最后 丹麦 对 丹麦真的表现不差 最后丹麦 都是提高德国半线 就是主场 没办法 都是提高 正路地想 不正路 我没得说 但是我会起码 可以买半场和 先 就算是德国 就算是入到波丹 也有 全和都很分 买半和 收钱先 好了 西班牙的格洛吉亞 感到实说 怎么说 都是看西班牙的 波爆起上 就没法讨论 如果不是正常来说 都一定是西班牙的 那你可以不买住 接着我买四川一 你懂得捷 表現都是瑞士高一點,但我昨晚想來又想去,如果意大利對英格蘭好看,但這個世界不是說你好看就要這樣踢,所以我最後呢,我也是選瑞士,因為意大利真的踢得一般的,沒有什麼形狀,瑞士不只是防守效率高, 他那些反搶啊,對方有信心啊,我都會覺得瑞士高一點,甚至乎我覺得可以買瑞士半場領先,很少會這樣,瑞士半場主城好,很少這麼有百克的,但可能主城半場主,全場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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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記得啊,然後再買瑞士出線好啊,好啦,明晚,不是應該是星期六的,不是星期日的12點, 即是星期日晚12點,早場啊,舒服啊,斯洛伐克,英格蘭對斯洛伐克,這一場真是難搞,但是在最後呢, 斯洛伐克,英格蘭啊,英格蘭啊,就是你,如果斯洛伐克贏了他,就算我會買,多數我不買,但就算我會買呢,我都不介意,斯洛伐克贏了他,如果仍然是繼續這樣呢,可以輸吧, 斯洛伐克說,英格蘭十六強或者八強不出國啊,是划算的, 斯洛伐克說,什麼啊,和和那個啊,十六強或者八強不出國啊,十六強或者八強不出國啊, 十六強或者八強是我講的,啊,因為他要解掛嘛, 說中段或者中中的,就是十六強或者八強要出國啊,啊, 那你問我,如果英格蘭是跟之前的三場那樣的水準呢,那我真的覺得是該輸的, 就算是讓斯洛伐克搞定你啊, 斯洛伐克不是好帥的啊,不是好帥的啊, 搞定你,搞定你,搞定你,好兩期啊, 其他呢,我們留回,星期一回來再說, 即是我提供的,德國,西班牙很正路啊,瑞士,英格蘭很正路啊, 你們不是和嗎? 不是 最後出線嘛 買出線都可以的 你怎麼猜的 如果你說猜了入投 就全部都買了半場勢 希望這樣 我現在經常都一比一 半場勢 但怎樣都要過關 你吃不到大茶飯 我買了一百元 不要說收幾皮 收回三四千元也好 例如3倍 326 638 18倍 326 18倍 乘236 536 4毫子 就是這樣 然後拿一張票出來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